你看到这种场景会渴望活得更长吗 还是什么感觉 实际上人就是生命最不能隔舍的 不是这样 拿写东西 青春美好 更多还是感情 所以这生命的动物吗 还是不要太长生命 就没有那种美好的事物不断的重演那种 它重演就没有意思了 同样的经历就很兴奋的 包括喝酒干什么 你会发现你那时候很感觉 你在第二次想找到同样的感觉 基本是没有的 而且往往让你失望 所以生命的延续来讲 你担心你会成为多余的 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来讲 它已经是多余的 生命它就是这样 你这么怕被成为多余的不被虚好 因为我想生命的意义在这里 你比如说选上一种大马哈鱼 完成交配之后残子就死掉了 因为他已经他的使命完成了 他的后代不需要他在养育 是不是这代人还是挺普遍面临情感上的一个 一个是其实是小时候也缺失 就这代人挺特殊的 你很小的时候卷入到那种很大的社会动荡里面 然后到了青年时期中年时期 突然有一次巨大的社会机会 算时代的某种特征 应该说是吧 就觉得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自己的经验 是跟他们不同的 而且它会变成一个很持久的力量 它是这样 你比如说我觉得当时和很多80年代创业的人不一样 那时候什么傻子瓜子 马胜利 你会发现文化程度都不高的 尽管我的文化程度也不高 是工业名学员 自事来讲 我还是特别好学习 特别的追求 就是我到深圳是周岁32岁 学岁33岁 当过兵 当过工人 当过工程师 当过外贸干部 你的精力非常非常丰富 所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 为什么要到深圳 其中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刚才讲了我对自己有自卑 但你真正的 你的阻力并不是这样 因为你个不高 你体育超不过别人 很多你的原因不是这样的 最大阻力你会发现 你在当兵 这个军队来讲 是一个完全不给你个性来发挥的地方 学无忌口 对的 那这种意识个性词只是在军队 那你在工厂 你在机关 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我为什么要决定要离开 我如果就是在这机关村下去 我这一辈子是 是个什么样子 甚至追到会是怎么开 我都清清楚 都想到是吧 对 是不是想到我的导词是怎么给 都想到清清楚 我还待着就干嘛 怎么给你当时想到 那天的怎么给 该怎么给怎么给 你说你不是你复决级了吗 什么那怎么给 标准的复决级导词 对不对 标准复决级导词嘛 当然会不错 但是很一定很乏味的嘛 是吧 而且那个哀悦 你都知道你非常不愿意的 但是也是这样来讲的 是吧 你这都想好了 你说我还在待着干嘛 所以我一定有这个机会去闯一闯的 第一年到深圳去带着民工扛八蛋嘛 嗯 那民工不理解啊 你看我这城里边干的那么欢 也不像个犯错误的人 就说你平时会跟我们干这活啊 嗯 这我心里都就是 厌缺厌织 有鸿鸿之质 嗯 大三年 但是想做什么 不知道 嗯 刚才你说等于是中国经验嘛 自我经验嘛 您这一代做企业的人 其实都是一开始在一个模仿学习的过程嘛 在一方面学习过程中 你会觉得有一种跟他们不同的 跟日本也不同 跟美国也不同 嗯 那本人家就没把自己确定当商人了 嗯 开始自己重新思考自己是商人来讲呢 和工业发达国家的这些资产阶革命过来的这些商人呢 有不可比信 嗯 曾经一读到这个高研的红顶商人 嗯 对霍雪原这个敬佩的五体徒弟 嗯 但是你再读一些西方的这些 嗯 关于管理的书 你才发现霍雪原家上 你要敏弃的 什么时候意识到霍雪原这种方式不行呢 应该九十年代初那时候已经是意识非常非常清楚 嗯 就中国人就我们就是不信什么 就信人嘛 就是就是强壮 嗯 原始森林 啊 就是因为来 大家这个物种 竞争都在竞争阳光 嗯 水分 直升马上升的 在上面的散盖时代的覆盖 其实结果来讲 这种物种 把其他物种全脚上 包括他们的后代 嗯 包括他们的后代 是 你后代也成长起来 嗯 因为你很很强 你就一直后面 这毫无疑问的 嗯 比如说我们来讲 30年前 除了苹果 还有一个王安电脑啊 其实结果来讲 苹果电脑现在成了 结果是第一品牌 嗯 嗯 王安电脑早就没了 对 做因为 王安之后的儿子结伴 嗯 就中国的传统这样 太强来讲是 不能延续的 嗯 那当然我是个中国人 中国文化 我觉得这是非常沉重的一个命题 嗯 我希望 我打造到万科 不是这样 嗯 嗯 你做的企业 你一定不要让这些年轻人 再走我的老子 嗯 再这样委屈自己 在这熬 嗯 一定给他们一个机会 嗯 实际上这些很多来讲 就是受这个 读这种 迪肯斯的 大卫科博菲尔啊 嗯 就人本主义最基本的一些 对人性的一个基本要求 嗯 追求平等 年轻人要给他们机会 对万科来讲 那我这是非常非常清醒的 嗯 应该50岁嘛 嗯 设计组织的职务 就开始选择去登山 嗯 就有意识和公司 就强迫自己 对 至于苏黎开始做什么 嗯 嗯 回到了昨天 我们没展开那个时间的看法 嗯 之前小时候成长是一个 我们是去除历史 去除时间的一个过程 对 一直变得非常短暂 就眼前这些事情 然后你到了深圳创业 比方时间就是金钱 嗯 效率就是生命 一种强烈的紧迫感 对 到现在进入这么大的舞台 这个时间又是个压缩的 嗯 但是你现在又开始思考 长限度的时间 宗教一下都是很长限度的 你在想你现在第三个33年吧 也是时间的问题 对 你怎么去理解这些事情呢 你的跟你的生命的关系 第一个理解呢 是是这个时间上来讲 正好今天是改开放的 第四十年 嗯 是生命是很很短暂的 嗯 那你正好遇到这样一个时期 是很幸运的 清清楚楚记着呢 就是 万科规划第三个十年的时候 CFO 他们提出了一个 就是预计 未来十年之后 一千亿 嗯 这是公司的规模 可以在九十亿 是吧 这样规划十年之后 一千亿 嗯 我大家看 我说夸张也不能这样夸张 对不对啊 我说怎么 二十年 是吧 才到了 是吧 九十个亿 嗯 怎么十年之后一千亿 嗯 我说你怎么算出来的 嗯 我说你不能这样的 大跃进的 不能再让成为的增长 他说不是成为的增长 嗯 嗯 他说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啊 过去经验来讲 就平均的 嗯 增长 百分之三十五 二十年之后 嗯 九十个亿 那么十年之后一千亿 嗯 我说我们现在的增长 我们不可能一直百分之三十五啊 嗯 他说不是按照百分之三十五 我说百分之三十也高啊 他说不是按照百分之三十五 那你们按多少 都按百分之二十 我说吹牛 实际结果是多少呢 是一会儿两千亿 嗯 嗯 七年就完成了 嗯 十年之后两千亿 哎呦 给我震忠 我说这是可以做到的 我说这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持续增长 你不要增长很高 持续增长的可怕 嗯 就是这样 不到一百亿 嗯 持续增长百分之二十五 嗯 就是千亿 十年 两千亿 两千亿 是吧 它就是快速速转 那快速速转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快速转如何保护质量 嗯 也就是 所以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发展来讲呢 说有先天不足 嗯 那就是太过重影依赖于香港模式 嗯 而香港模式来讲更多的就是依靠土地 嗯 嗯 那我们看到了现在很多地方呢 就是土地财政 那这样就带来呢 就是相当于那时间呢 反正谁能拿到土地 谁能赚钱 嗯 你只能拿到土地 就非常扭曲了 对对对对 非常非常扭曲的 嗯 你这种谨慎是怎么形成的 比如说 他不叫紧任 他不叫挖坑就赚钱 那种诱惑很大嘛 嗯 就是你要保持这种平衡感 这样说吧 性格中的一部分 他是这样这样说 嗯 实际上我这个人挺瓦哒的 嗯 我是挺瓦哒的 不是属于那种很细致的人 我说为什么超过这个250%我不做呢 因为我做过超过200% 超过300% 500%的 整理我都做过 嗯 就是当时方面录像机 嗯 我做过 嗯 而且很得意啊 嗯 你看我一下赚这么多钱 你看我把握了 我投机过呀 嗯 但正因为你这个率运这么高 大家都来做 嗯 这不是你特许经营 只有你来做 大家都可以来做 他可以说这个200%的率运 就从200%降 迅速缩减 现在50% 40% 20% 10% 5% 你才发现 你培养了个团队 做200%利润的这个团队 利润降到20%以下 他根本不会做 嗯 我是 83年到深圳 84年成立万科 到了92年 我算了个账 嗯 我就做这个录像机 是赤字 哦 最终专门是赔 是 最后来讲 是赔了 赔的 就是你把赚的钱全 全砸进去了 全砸进 就是全砸进了 还不够 嗯 就是你一直知道一个道理 这个市场是很公平的 嗯 你怎么偷偷赚的钱 嗯 都还回去 你得还回去 嗯 所以 我不认为我很聪明 嗯 但至少我是聪明人 什么叫聪明人呢 嗯 嗯 就是同样的聪明人 就是翻译词 后来不是之后 又开始炒股票什么的 我都没被诱惑 这是这是我 1992年 我说的 超过利润25%不做 嗯 是那种情况说下来的 并不是我有现前职门 并不是我 我有崇高的一个理念 并不是我受了严格的 经济学的训练 嗯 不是的 现实的经验 现实的教训 哪是经验啊 我最后都是痴子 嗯 就是这样 嗯 再一个那模式来讲 就是搞 搞这如何来和 环保生态结合起来 就等于你总共对 对未来有一个判断 有一个赌博 刚才讲了说 你要搞规模 要保证质量 你必须搞住这些话 你才能保证质量 是吧 第二个 如果未来这个世界 是讲环保 讲生态 嗯 你当那时候不讲 世界讲了 你来不及的 嗯 并不是我特别特别 这本 纯洁 我就要搞这样 我真的来讲 有现实考虑 现实考虑 说你来不及的 所谓搞略的 搞环保 那不但有那个资源 还在增加成本 嗯 是吧 这时候利润比较好了 你增加成本是比较容易的 你将来竞争比较厉害 是吧 你的成本 你再增加来讲 你很难的 挖坑进的赚钱 你还搞什么绿剑 什么绿剑 嗯 嗯 那我想 那这个就是一个 你张远未来和张远现在这个区域 嗯 嗯 中传统有这种 强热情节 是你吗 塑造你性格 当然是 那毫无疑问 所以你说你多矛盾呢 行为是要压抑这个东西的 对人是考验挺大的 好疑问 原来的追求当中呢 受这个传统文化的影响 还有各方面的野心呢 典型的 嗯 放大的自我 嗯 超我 就是为了自己的野心 你会发现很多 形成的一种 关系来讲 都没法弥补 嗯 举个简单例子 现在来看来都是挺羞愧的 嗯 七岛周登完之后 就徒步穿越南北极嘛 其中就有一个女队员 嗯 还有一个男队员是拖累 是弱者 因为我那时候要完成七加二嘛 嗯 其中那个男队员我就 就把他排斥掉了 嗯 但这个女队员呢 人家很有个性 你不介绍我 我自己组队 甚至把我这个队里的 一个队员也拉过去 那个队也顺利完成了 穿越南极 我这个队也顺利完成 但之后就接下了梁子 嗯 这个之后呢 当然说 我都表现出一种受害者的 这种这种姿态 怎么意识到的后来 刚才说这事是发生在2005年 但我意识到呢 是十年之后了 我华塞鼎滑了十二年了 嗯 八人停 我也不和他们合练 到时候去了 把老板来参加我们队友 给我留个位子 嗯 但真的到建桥 人家这就是人家建桥的 这个体育的一个招牌啊 嗯 你和人家比年龄经验各方面 你都不是别人吗 忽然发现呢 你进入这个团队 人家让你很舒服 嗯 因为你那是个弱者 你会发现人家 不把你当作弱者 嗯 法塞你的精神来讲 就是本人 就是大家要齐心协力 你太强了 他不但不可能是增加动力 他会划片子 嗯 因为这八足从嘛 就是你这个特别有力 那结果来讲 变形了 对 所以你只有你太强 你要照顾别人 嗯 而那个相对比较弱的 他进自己的力量怎么量 和你学到上去 嗯 你突然发现是非常典型的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协作 更多来讲是整个整体 嗯 没有个人影响主义 嗯 在这里融入到当中 我再提个到了 我整个划了十二年载停 我整个是个 我整个是个混蛋 我操 我能发现这个这个过程 发现过程中应该是 应该很多懊恼吧 很多那种自我反省吧 那种 它是渐进过程 当你意识到来讲 应该是倒过来的 嗯 一小就觉得哎呦 你这个境界全变了 嗯 你你你你去觉得是怎么说呢 因为你也不知道 是因为你去了哈佛建桥之后的变化 还是你不去也会变化 可能是年龄的经历 嗯 你不知道 哈哈哈哈 刚才你说这个 在哈佛有点是做做业的一段时间吗 嗯 最压力最大的时候 你快说快崩溃了 每天做到半夜 然后早上 那一天一天都20小时在熬 熬的 简直是觉得就是明天都熬不过去了 嗯 如果事后总结来讲呢 觉得呢 真是 如入炼狱 怎么邓珠峰在怎么 南邓那么说 我从来没说什么炼狱 什么炼狱 嗯 但真正的感到煎熬熬不下去啊 是在哈佛 嗯 嗯 那两年半对你 除了这个 对自我认识的改变 对你的知识上的改变你觉得大吗 知识结构上的改变 两个方面吧 嗯 一个来讲就是系统的这个逻辑训练 嗯 因为当然我不是专门来系统逻辑训练 就是他上的 我选的很选的本格生的课 嗯 就是你像这个曼昆的基础经济学 嗯 像那个桑德尔的这个论正义啊 嗯 这对你的思维逻辑呢 是非常非常有好处 在另一方面呢 就就 你比如说对 对西方这个宗教的一个认识 你比如原来很多就纠缠一个 他们怎么会信 真的是 嗯 有一个绝对全文的上帝存在 那古人是这样 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到现在这么的高科技的发展 到现在对认识的世界 那他们 难道还是那样认识的吗 你的疑问点 是在这里 所以你也带这个疑问点 想想了解他们那个思想认识啊 嗯 很快就 就和教授的两三堂课 嗯 嗯 就意识到了更多是绝对全文下的大家 嗯 每个人没有权威的 嗯 那说在才有平等思想 嗯 那才有大家是一致性的 嗯 你更多理解的是背后的 几乎每个礼拜 你都会感觉 爬着一闪亮 就哎 开这个窗户 哎呀 就那种 被照亮被启蒙 那种感觉 对对被启蒙那种感觉 哎呀 如果没有这个你说我 大点撑不下去了 我的苦苦皮熬 我熬什么呢是吧 对 因为以前的焦虑和不自在太早 太多的建议在某种成就也好 某种扩张也好 征服也好 这种东西上是吧 原来的追求当中呢 你当然为了把企业做大 嗯 你曾经有一段支持你的目标 嗯 大是个结果 你不能把大当目标 嗯 大当的目标 它一定结果很糟糕 嗯 因为你为了大你会不择手段 你为了大你会来把念苗助长 嗯 嗯 我们长期是保持第一位 第二位第三位有什么不好的 所以实际这几年的万科已经从第一 变到第二第二现在变到第三 不要怕被我们被同行超过 嗯 但实际上万科有个魔咒 嗯 这么多年 一般来讲超过万科的 恐怕不行了 恐怕就不行了 因为万科已经很大 嗯 它要超过万科 它一定要变形的 会失控 你不能它失控 你跟着失控 这个道理很简单 嗯 那你觉得你现在扩张的动力 跟以前比是更强了 还是说 还是 他是不同维度啊 再换个维度 嗯 你比如说比尔盖茨微软 嗯 成了首富 嗯 他现在突然说是把他的钱全捐出来了 嗯 你说他是停止扩张了吗 另一种找个另一个维度 再另外一个维度 嗯 就是说我不是赚多少钱 嗯 有点各地有人的内心 他这是表现形式不同 这是解释方式不同而已 嗯 嗯 那对你来说呢 我觉得要从这个解释 这个进化心理学上来讲 那是一样的 较量吧 你你你你你灯珠峰是一种较量 嗯 学知识学文化也是一个 对不对 但是你说这个华赛点 不是也是另外一种较量 嗯 或者说其实扩张和政府本身 真的它只是很短暂的给人带来满足感 不能带来一种充分的一种支撑 是不是 就是如果停止征服停止扩张 你就觉得很焦虑了 嗯 但你呢 你缺少这种扩张 这种动力的时候 我觉得说这个生命也是应该结束的时候 你可以接受完全自我的吗 就是说过一个充分的自我实现的人生 就这种自我不太依赖外界 就依赖我自己内心的感受 我对知识的兴趣 我对各种经验的兴趣 我跟我很亲密的人的关系的兴趣 就是放弃更广阔的这些人群 你可以这么自足吗 你觉得 应该是到现在我做不到 很难还是是吧 这个不是很难来讲 我觉得我做不到 还没想到那样去做 我还没想到那样去做 你羡慕那些充分自足的人吗 还有一个很小的世界一平方米的桌子 他不太依赖外界对你的感觉 或者说 他这个我应该说是达不到那种状态 还不知道境界或者什么来讲 那个状态来讲他需要 他有他那种技能的 我没有那种技能的 这种技能跟好单手跟自处 他不是 他不是 他你的所谓的技能来讲 还是这样的就是 你有资格那样去做 你比如说我可以出思想 我的文字又有一定的文字能力 那没问题 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我相信我的思想东西对这个世界是 是有用的 既然没有用我也不会后悔 我没有那种能力 明明可以去过那种一边放松 一边寻找知识追求 读书发呆找不同的人见聊天 不用去费尽天创造新品牌 这也是个非常美好的人生 但是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他是这样 中国人他是非常非常现实主义 就你一定要给你一个定位 就我的经历 我的做法 我是企业家 你现在不甩手了 你不甩手不是你喜欢 真的不是说 哎呀我可回答我一种状态了 不是我喜欢 对 你当时既功尽瘁 那是一种生活方式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有既功尽瘁 再如果每个人都既功尽瘁 这个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土傻呀 最后大家 但你跟他们说 他们是听不懂这些东西的 但你说你不悠传 那我有点寒映了 我突然不悠传 啪啪啪 几步都做出来了 他们信这个 对吧 真的是王室 还真的是现代 他功夫没废 很多来讲说王室已经自废武功 这么多 又是泡妞 又是去学校 又是什么是逞能 他已经是 这些评价困扰你了 他不困扰我 但是你不拿出这套来讲 不能信服他 你要对他们有号召力 因为你要改变他们 不是要改变我 我改变我觉得 我是在自我的在改变 是说你是想帮助他们改变 还是说还是一种强烈的 自我证明的这种冲动 这两者哪个强 那是个角度问题 那是个角度问题 当然都有了 因为你只有你把这种改变 你才显得你的能力有多强 是不是 还是好胜的小孩 那是个角度 你可以接受完全自我的吗 就是说我也不想改变别人了 我也不想我过一个充分的自我实现的人生 我的就这种自我不太依赖外界 就依赖我自己内心的感受 我对知识的兴趣 我对各种经验的兴趣 我跟我很亲密的人的关系的兴趣 就是放弃更广阔的这些人群 你可以这么自足吗 你觉得 昨天你说过 你说你一开始是个勉强的一个地产商 做商人 然后你90年代初 你意识到建筑 包括造房子 它跟时代的精神状况 特别密切的相关 对 我就比如好奇 未来人怎么看 比如过去二三十年 我们建了那么多新房子 开展这么多东西 它怎么能传递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怎么描述这个东西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它建成这样 我们理解他们是这么一个状态 或者我们看到过去的庙宇 看到过去的这种四合院 或者是那种苏州园林 你感觉到是中国的那种精神状况 如果有一天 我们开始稍微远距离地看一下现在的中国 它就是一群面目相似的表现吗 我明白了 我们现在总有一个困惑 说我们现在是千变于律 对吧 什么字一样 实际上你到一个城市来讲 你会发现不同的层次感 层次感 但实际在当时来讲也是千变于律 直播现在留下来 你会看发现也非常不一样 对他们当然也很讨厌维多利 晒的红砖墙 就很烦 都一样 所以你觉得不是什么态 实际上就是千变于律 这个不用担心 因为历史来讲 它保留不下来 它一定会淘汰 这个并不是中国人的特性 但第二个呢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看 中国呢 到上个世纪最大剧变就是革命 那接下来我们就建立新中国 你看我们又来 学习的是苏联 简单来讲 开放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和西方的这样一个文明进程的断调 改革开放 再重新这样开始 到现在呢 你一定要创新 又要同志 你必须要和本国的文化 形式结合起来 我觉得我不是不喜欢中国传统 我觉得它是个拖累 但真正当时就是别想 你才发现 你喜欢不喜欢一回事 你了解不了是另外一回事 你不了解 你怎么来进行比较呢 其实之前的历程是想逃离中国 那是这样 是吧 到现在你的发现来讲 是你不能回避的 你必须去面对 那你发现它的魅力 那当然是吧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那你就是又回到春秋战国 你突然发现 哎呀你对墨子简直喜欢的不特别 做迷人 现在来讲 那是他们是最符合科学原理 科学原理和狭义精神都那么显著 那当然是 更合得创新精神 说现在我们就缺这个东西 还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有 是吧 你这个以前来讲就是把它完全 你会发现 年轻人不仅仅是在像西方的模仿 而且有自己创新的东西 而且非常明显感到 他的很多这些创新 这些做法来讲 突然间感到 就发现另外一个世界 那个超女选秀 那我一看 就一发不可收拾 哎呦追看 是吗 哎呦那个对我冲击大了 真的说说看看 说为什么追看呢 说啊 你会发现 我说这个竞争啊 之前这个关系啊 这个 因为我想这竞争 我们 32岁到了深圳之后 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个竞争 这个成长起来的 真是那么惊心动魄 是吧 这样一步一步来的 怎么想他怎么这唱个歌 这种 这种PK方法 是吧 就是你比如说12个人 是吧 完了唱完了 笔下来就往那一站 就敢宣布 那两个叫PK掉他们 是吧 谁被PK掉了 就把他写好的文字拿出来 就念 流着眼泪 哇哇流着他妈的念啊 这么直接 哎呦我他妈的受不了啊 我就想说如果是什么 是我的女儿站那里 会怎么样 我真他妈我想的 这个他妈的父母 他哪受得了这个 跟我的本人 哎 我突然才发现 哎呦我这他妈80后 这是独生子女 比我们强啊 他们商品社会 就看广告 就是吃着麦当劳 成长起来的 哎呦和我们真的观点是不一样啊 嗯 对我刺激特别弹